阿罗的卡,大大马聊卡,想吃什么动手做 今天我们来做鲜美的小鱿鱼酿肉汤 我们先来处理小鱿鱼 抓住鱿鱼的头部,将其内脏和软骨轻轻的拔出 接着将鱿鱼的外表皮撕干净 这样做时煮出来的鱿鱼汤不会被染色 然后我们将鱿鱼须切出,将里面的嘴去掉 全部的小鱿鱼处理干净后,我们用清水清洗干净 完成后捞出,放一旁待用 接着来准备一些配料 预先泡好的粉丝,我们先将其切成小段 胡萝卜切片 大白菜切成小段,完成后放一旁待用 泰菜的调味三宝,蒜拌,香菜根,还有胡椒粒 将其捣碎成泥 完成后我们将其铲出,放入大碗中 接着加入猪肉碎,切好的粉丝 再来加入少许的生抽,蚝油 还有玉米淀粉 然后将所有的材料充分的抓拌均匀 完成后我们取出清洗干净的小鱿鱼 抓少量的猪肉馅塞入鱿鱿筒中 分多次少量的塞入馅料,将鱿鱿筒紧实 直到馅料塞至鱿鱿筒的9分满便可以了 当全部的鱿鱼都酿好后 剩下来的馅料我们随意的搓成又完 到时候也一同放到汤里面去煮 在酿好的小鱿鱼上轻轻的划开小口 切口不要太大,以防煮的时候会爆线 完成后便可以开始煮鱿鱼汤 锅中倒入清水 加入盐和生抽 接着将胡萝卜片在这个时候倒入 将水煮至开始冒气泡时 我们将肉丸加入 用中小火将肉丸煮至浮起来 接着将汤表面的浮沫撇干净 然后转小火,我们将酿好的鱿鱼放入 盖上锅盖,我们用小火煮鱿鱼8分钟 时间到我们将大白菜加入 保持小火煮2分钟 煮至大白菜变软即可 我们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香菜 芹菜 还有青葱 稍微的搅拌一下便可以关火出锅 煮好的酿鱿鱿鱼 脏骨骨的非常可爱 洗饱汤汁的肉馅 一舀极段的鱿鱼 属于海鲜的甜 这一刻在口中炸开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大大 沙瓦迪卡 拜拜呢康